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做煎羊排 这是两块洗干净沥干水的羊排 眼泪骨尖切开 用菜刀一角拍松羊肉 使肉质松软 用厨房纸吸干多余的水分 准备一些配料 蒜末 香菜 洋葱 红萝卜 香菜杆切粒 洋葱切块 红萝卜切块 香菜梗 洋葱 红萝卜 用来去除羊三味 准备腌料 把一只迷迭香的叶子撸下来 切碎 将蒜末和迷迭香叶子碎混到一起 加入黑胡椒粒 红萝卜 红萝卜 油 挑匀 尝一下味道 可以了 将调料加到羊排上 再加入一个蛋清 抹匀 按摩 再加入香菜杆栗 洋葱块 红萝卜块 放上保鲜膜 腌两个小时 还要准备两段迷迭香 和四个蒜子 煎羊排时要用到 羊排腌好了 将羊排挑出来 热锅加油 油温要足够高 可以锁住水分 保持肉质滑嫩 并进一步去除羊三味 筷子试一下 起泡泡了就可以了 加入羊排 铺匀 由于羊排太多 分两次煎 这一面煎好了 翻面 煎另一面 五成熟就可以了 好了 盛起来 滤掉多余的油 另一锅也煎好了 盛到一起 灰锅煎第二遍 热锅加油 放一段迷迭香炸香 同样油温要足够热 羊排才能外焦里嫩 加入羊排 放入两粒蒜子 黑胡椒粒 辣椒粉 把迷迷迭香 挑出来 羊排煎到七成熟就可以了 煎好了 上盘 热锅 煎另一锅的时候 用锡子盖上 煎好的羊排 保持湿润 同样的过程 煎第二锅 第二锅也煎好了 上盘 放入锅子盖 放入香菜 点缀一下 撒上炒熟的白芝麻 尝一下味道 外焦 外焦里嫩 香气四溢 口感Q弹 没有一点羊肉的三味 女儿吃到停不下来 喜欢就试试吧 喜欢就试试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